很多民眾反核 但他們的身體卻非常誠實的 冷氣把他開到最強開到爆 但嘴巴掛起來說他是反核 倒是相比之下 佟子嫻就老實多了 狠狠打臉我們現在的 經濟部長郭志輝 因為郭志輝叫大家盡量 冷氣不要開這麼多 不要每個房間都有冷氣 但佟子嫻說我就是愛吹 我就是喜歡吹怎麼樣 各位就不要良心不安了 大家不要這樣子嘴巴講一套 然後冷氣開 然後你說你反核 他說就是要開 請你部長努力發電 讓我有冷氣吹 民生佔比其實只有18% 這個郭志輝也講說 這個整體開冷氣用電 只有在1% 1.5% 不要用冷氣來勒索我們全國的 情緒勒索我們全國的民眾 倒是有一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法國還有包括整個歐洲 因為現在夏天非常非常的熱 巴黎到了31度 西班牙更誇張 到44度凍北條 然後他們當地有很多是 百年以上的古蹟 要裝冷氣 要花很多的這些錢去裝 又或者根本不能裝 那怎麼辦呢 沒有想到現在中國大陸的良喜 大受歡迎 光是在歐洲整個電商銷售的金額 從7月到跟6月 7月下還沒結束 才過三個禮拜而已 三個禮拜的這些業績跟6月同比 就已經大漲了288% 生意好得不得了 你看這畫面非常非常絲滑 光是看得體感好像就降了兩度 就真的涼涼的這樣子 以前不是有看到一塊一塊 很像麻將這樣把它湊起來的良喜 為什麼突然沒了呢 他說很容易夾到肉 夾到頭髮 夾到腿毛 太重不容易清洗 尤其他塑膠很容易鈍化 就會刺到人 所以很多狀況 他疑似就會推流行 那奧運選手現在除了說 他們床是用紙座的 又環保 然後又可以避免選手在上面做 做那些限制級的事情 房間只有給他們電風扇 沒有冷氣 央視就有這個畫面 是自己採訪團帶冷氣去 然後很多人在那邊搭車 連車子裡面都沒有冷氣 有這個又很熱 然後還很臭 歐洲的電費非常貴 這已經漲了10% 每度6到10塊錢 有人講說台灣更貴 請教楊明 首先我覺得 台灣更便宜 我講錯 童子前董事長他是講 這個就是大白話 這個就是大家聽得進去的話 第一個 你下間不開冷氣行嗎 可是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郭智慧部長叫大家幹嘛 如果你離開房間 冷氣要記得關起來 如果你一間房子 不需要開第二台冷氣 記不記得 怎麼會是講這樣的話 而且他到現在都沒有公佈 他家到底幾台 童子前總事長 他只是把一個狀態告訴大家 工業用電才是台灣用電的大宗 民生用電再怎麼省 對於整個工業用電的耗費 是影響非常小的 所以呼籲民眾關冷氣 或把冷氣溫度往上調幾度 這個對整體的用電比例 是效率很差的做法 這是童子前董事長講的大白話 再來講到這種所謂的良息 其實第一個就是 那個叫做傳統的工藝 這種為什麼會有良息 當然就是因為以前沒有風扇 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只能用這種方法 讓自己感覺比較舒服一點 當然是因為所謂的 它的這個熱傳導的速率 就是說比如說用竹片 它這個熱比較能夠溫度 比較能夠溫度 降溫 可是現在你要知道我們現在的紡織 看這畫面好絲滑 我們現在的紡織科技 已經有所謂的良感衣 良感背 其實不需要用到這種所謂的良息 那我穿良感衣睡良感背 那真的是滿涼的 就是會有一些這種所謂的用 比較是科技的技術 去讓你的體感降溫 可是重點來了 奧運下個禮拜 法國 巴黎的預測高溫 可能會破30度 30度 在法國 巴黎破30度 跟在台灣的30度是不太一樣的 怎麼說 因為歐洲它其實是比較溫帶 那邊的30度那就是真的是熱 所以我說選手可能就要面臨這種 所謂艷陽沒有冷氣的考驗 那有些國家會自己帶冷氣去 那我們就看哪些國家表現 這個跟冷氣有沒有關係 好 奧運不到幾個禮拜就結束了 但是印尼富豪的兒子的婚禮 居然到現在還沒完沒了 我們三月就看到新聞了 他這新聞的活動辦了五個月 原來三月那個叫做婚前的派對 開一個沒完沒了 然後現在才正式結婚 說他們已經花了50億元 辦了四天的婚禮跟派對 主角就是這位 阿蘭特 安妮巴 他是兒子 爸爸非常非常有錢 那這婚禮很厲害 他已經要移駕到英國 去繼續辦他的婚禮 沒完沒了 哈利王子跟前首相強生 也會參加他的派對 有5000多的無人機會表演 印度歷史最大的 最豪奢的 然後大家最厲害的是 雷哈納 祖克勃 還有這個金卡 大山 還有這個小賈斯汀 還有甚至凱利貝瑞 都是他的座上賓 有表演的 錢花的沒完沒了 請教余峰 對 其實最近來講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黃金的價格一直往上 有一部分跟印度有關係 印度他們平均 他們辦一個婚禮 每一個戶人家 不要說這個是安巴尼家族 一般的家庭 他們要花到1.5萬美金 大概45萬到48萬台幣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買黃金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是 家裡平常是過得很辛苦的 但是在辦婚禮的時候 一定要極盡奢華 所以你想他印度的首富 五個月也差不多吧 花了50億也還好吧 然後你試試看 因為他展現他的人力 展現他的財力 展現他的人脈 你看這個 馬克斯·雅克勃 然後瑞哈納都去了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家是真的很有實力的 那他這個股價一上漲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的話 受益更大 信實集團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韓國的三星 所有的特許行業 他們家都有 金融也有 石油 塑化也有 電信也有 語言全部都有 所以小兒子 之前不是有一個偶像劇 就是財閥家的小兒子 其實這個才 就真的是財閥家的小兒子 但他們家的故事非常非常多 就是他照顧他的小朋友 然後給他們朋友的理財觀念 說你小朋友不要太多錢 然後不要太多五味的浪費跟消費 要 你說教他們不要有五味的浪費 可是婚禮五個月 對 這個就是他們的民情 但是教小孩子是一回事 爸爸就不是這樣 爸爸買給東西 買給老婆的時候 那個都是買最好的祖母率 然後全世界到處去 搜集這個奇珍鑽石 但是對小孩說你們要省一點用 他們家家族其實在 之前的一個大新聞 就是他爸爸突然死掉了 他爸爸之前突然死掉了之後 來不及分家產 所以他跟他的兄弟之間 那個殺的狠 就為了搶這些錢 後來是他媽媽 媽媽出來就說好吧 一人分一半 然後兄弟才正式分家 所以其實他們在印度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影響力 只是他們的貧富差距也很大 所以他們這樣花了50億 其實在當地有一些民眾 會覺得怎麼會 有相對剝奪感 對 相對剝奪感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